欢迎收看闪耀北极星 节目开始之前 先恭喜一下川普先生 重新回到白宫 特别穿了一件红色的衬衫来恭喜他 但我本身是没有投票权的 又不是美国公民 那我朋友在那边 有人是支持贺锦丽的 听说还留下了这个 不是男儿类啊 留下了女儿类啊 一个女生 没办法 胜伴来兵家尝试 我们只能够好好安慰他 但是 又发现 所有的媒体 都认为一件事情 假设川普当选股市会大跌 对吧 但是我却独讲给预告 我认为不会 会直接大涨 事实证明一件事情 小弟在笑我对了 打脸的外资 打脸的国内外这些媒体 我抱歉 不小心又被我 这个反股的个性 给 给印证了 来各位 川普共同选的 那他当然就是口号叫什么 让美国再自为大 其实这个口号很重要 大家知道美国 纯种美国人的个性 就是很自我 狂妄认为他们是全世界最棒的人种 然后呢因为被迫美国成为全世界目前经济最强的国家 消费力最强的国家 也因此呢也要做一些 就是有帮助落小的一个情况 可是不是所有美国人都这么想的 很多没关系想说我过完自己生活就好啦 其他国家事情关我什么事情 对吧 所以其实这个 川普很会选举 你只要注意 几乎所有摇摆州大部分大州都被他拿下来 摇摆州里面来讲 他就是中间选民 这选民最想听的是什么 就是 一股激励的话 所以有说川普为什么 我认为他在当选 重点是当选之后股市涨还跌吗 各位 道琼你没有看错 狂喷1508 狂涨3.57% 平均 市大指数平均起来涨了超过3% 说好的大跌勒 不仅没有大跌还大涨 跟各位报告这一次的外资 很多压空单的 赔死 赔到死 我等一下跟大家讲来 谁压保了川普 大家知道川普是支持什么 实话人员 理论上他应该是反电动车的 支持传统人员嘛 但是马斯克我觉得他是聪明人 一方面两个个性都很像 都是不按牌理出牌 那个大炮性质 很爱乱讲话 然后呢 他 直接公开力挺川普 当然动用他的超能力 超票的超 来他压保对了 各位 特斯拉今天盖了14% 跟电动车销量完全没关系 跟什么是BaseX也没关系 他就是因为 停了川普 所以他预期来讲 你跟追川普这么好川普当选之后 后面应该很多政策 会让 特斯拉得以受惠 对吧 所以各位今天盖了14% 他想一下 这马斯克身家 暴涨多少跟他砸下去的钱 这是一个多么划算的投资啊 大家你赌对边赌错误别人就是一个很 一番 仰等眼嘛 来各位 我要讲一个特别的事情 川普竟然去讲马斯克是共和党的星星 我觉得这次很有玄机 你直接公开的 就是感谢 特斯拉的这个 马斯克OK 你干嘛去指说他是星星呢 大家知道吗 这个川普老先生 可以当你当我阿公了 他80岁了 差不多在80岁左右 拜登才比他老三岁 你说当了四年之后 下一任 他们可能再选 不一定喔 虽然他目前身体他用意是很好 谁知道会变成像拜登一样 开始可能脑部流先退化的情况 这没有人会知道喔 那共和党没有准备下一任候选人 像这一次来讲 拜登退选 只能赶紧把贺锦丽拉上来 没办法事情啊 因为只能搭副总统上来啊 怪人要拉谁 但是这四年之后呢 还是贺锦丽吗 还是民主党有安排其他人呢 不知道 同样的情况 共和党会担心 川普 差不多80岁的老头子 那接下来四年之后 八年之后呢 要有一个新的 有力的 候选人出来 各位我先预告一下 马斯克的个性 什么都想归自己一管 极有可能未来他会是 下一任 还是之后的 也许是下一任 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 我先预告一下 所以大家知道这个话 话中有话 话中有话 来 各位 昨天晚上 美国半导体的公司大涨 台湾的ADR 台阶ADR是跌的 当然今天台阶电 是没有跌 是跌ADR而已 因为ADR本身他已经议价幅度 太高了啦 外资套利去放空 ADR买进欠股的 就是1比5嘛 拿来成商汇率 那一堆想要做套利都被嘎死了 都套利失败 因为那个 议价幅度越拉越大 所以有时候他往下跌 也是为了让意价能够收敛 大家知道川普这次特别点名了 台积电 点名台湾 要根本收保护费 要开刀 听说 现在大家传 川普没事指明台阶的干嘛 台阶哪里得罪他 台湾哪边得罪他 就是听说跟鸿海有关系 为什么 上一次川普认期的时候 需要去那边大举投资 威斯康新州投资的 就是国台名 那你这几年下来去看 他当时讲出投资金额跟现在 究竟投资了多少 金额明显落差 带来的就业的这个机会数也明显落差 所以他让什么 让川普上一次的政策跳票 所以川普认为上一次的落选 又是那一周 选的不好 郭董海的 听说他把那个丑记到现在 但是呢 现在 没办法拿鸿海开刀 拿谁 拿台积电开刀 听说的啦 否则应该在传这个事情 那是不是我不知道啦 你问川普他也不会理你 他绝对不可能出面证实 他不可能出来讲说 对 我就是 看当时鸿海不爽 让老子不爽 他要拿你们台湾开刀 当然这是听说而已 这影响应大不大 那现在有人说假设真的他扣 扣那扣一扣啦 大概有专家去估啦 影响台积的1PS你知道多少钱吗 1块钱 但我觉得有可能不止1块钱 但是影响的 不会太多啊 台积电今年四十几块 明年五几块 后年可能赚六十几块钱 钱少了一两块 不痛不痒了 对吧 不痛不痒了 而且别忘了台积电可以干嘛 转嫁 基本上 从7奈米以下 叫做一个人的50 Intel停在7奈米 好 拜拜 三星的5奈米3奈米等等 良率都远远不及台积电 未来台积电明年2奈米要量产了 所以我说川普别忘了用的是iPhone手机呀 别忘了你的手机晶片台积电做的 那未来 美国民众就没有便宜的iPhone可以用喔 要涨价了喔 这些云端业者 四大伺服器的这个 四大的云端业者 可能他们使用的灰达相关的东西 超微相关的东西 也要涨价喔 所以川普 你有搞清楚 你真的敢对台积电开刀吗 或者是台积电怕你开刀吗 走得瞧啊 所以台积电有说 这大力控的话早就叫崩下去了啦 有崩吗 没有 各位还躺上来 今天 第二点有怎样 今天中场小涨 就算外资在卖 谁接走了 内资啊 内资多开心啊 外资你卖给我 也有我平和可以减 因为我说台积电不可能 历史高点停在1100啊 不可的事情啊 你想一下明天五十几以后的六十几块钱 你怎么算本益比 再怎么过的不可能中1100啊 所以我说这不会是他最终高点啊 那我再讲说打下1000块以下就是买 各位 做一次机会 这里 你做这一天有机会 这一天 早上不买 后面就没机会了 对不对 所以好的男者有告诉你 重点是你敢不敢把握吗 来看大盘 这个打下有说什么 上升趋势线 手稳 手稳之后 当然有人在顾 背后那只控盘者 看不见的时候在顾 后面就上来了 我认为啦 24416吧 对 没错 2416 会过啦 因为真正台股的这个很多公司的旺季 要开始 而且别忘了年底 年底就历史统计 美国股市台北股市 都是上涨机率非常之高 因为靠近年底 法人要拼作帐 投信要拼一下年底绩效 集团 集团股 是用 他的投资公司是用 最后一个交易日收盘价来计算的 所以年底也要拼绩效 但不仅说收盘日 最后交易日要收最高点 而是让整个 12月份维持在相对好的位置 所以 12月通常 11 12月通常都是股市很会上涨的时候 我认为台股搞不好真的有机会冲突啊 就算今天第四季没有 明年第一季也非常有机会啊 为什么 因为GP200大概可能11月开始生产 12月交货啊 明年开始大量交货啊 所以明年第一季很多科技业原本应该淡季的 尤其是AI数据相关的 可能因此淡季不淡 所以搞不好就算11 12月没办法过前高啊 明年第一季也相当有机会 好 昨天外资进空单 拉高到44625口 可怕吧 可怕 结果呢 嘎慘了 外资啊 一口是 一口多少 一口是200块 大台一口200块嘛 赔惨了 来我认为选后很简单 回到 左卫基本面 好啦今天就让川普当选了 就算他要加税 为什么他一定会加 因为他当时上次选的时候 他说加就加 先宣布加税 然后呢 豁免 当然有的是全数豁免有的是把你降低喔原本收25%降到什么10%5% 一时一时收一下 然后呢 中国目前的总出口啦 美国大概只占15%左右 他可以靠其他国家补啊 今天美国不是占中国出口85%啊 他不一定要靠美国吃饭啊 他可以什么 转到其他的国家去拉高比重 他有什么 奇产地 奇产地嘛 就说是那个 华为晶片 是用台积电的这个怡云 这个是比特大陆 还是他的这个算力科技 弄的吗 我觉得不是 如果他是胡搞瞎搞这样子搞 太容易查了嘛 他肯定是他出货 这间公司出货给A 台阶出货给他们他们出货给A A给B给C给D繞一大圈回到华为身上 那查不到啦 真的有像奇产地的繞一圈 查不到啦 对啊所以跟你讲这绝对查不出来的啦 好那我认为崔子明显示 川普上次任期里面上次当选跟上次落选 这四年之间 废半长了两倍 应该是2.2倍 代表说不论今天贺锦丽当选不论川普当选 科技趋势不会因此停摆下来啦 或是说接川普当选我不用AI了 那别忘了特斯拉 特斯拉不就是AI的代表之一吗 科技奇雄 那是代表说更挺AI 有这机会吗 我相信马斯克 选严出那么多力选后啦 在旁边也当个隐形的国策顾问肯定的啦 因为川普是做什么起家的 他做房地产起家他的科技懂吗 不懂 那谁懂 马斯克懂 懂吗 来 这家AI啊 包括机器人啦 先进封装啦 什么COVAS啦 FOP、OP啦等等啦 然后CPU啦 两奈米 柜基板 这新的一个材料等等 这些都是科技中在发展的趋势 不会因为今天是川普当选或仅当选 有所改变 所以回到基本面回到产业趋势上面 这些都是你要在第四季 持续关注的方向 这个例子啦 AI伺服器里面有说过 灰达 GP200的最大赢家 鸿海 光达 两个拿了七成啊 另外拿17%美超围 昨天股价又大跌破底了嘛 我不敢说美超围的财报一定有作假 我只能说财报很复杂 因为太多家族关心企业 然后有些金流可能 记录的不是很清楚 导致会计师看不懂 他有时候 他看不懂会用什么 我看不懂我也不敢签 就算不认为你造假但是背后太复杂了 你无法让我看得懂 所以美超委有说以目前更有情况来看他的财报可能真的交不出去 因为 连安勇第二大会计事务都放弃了 你认为其他三大会计事务所会那么笨去接手吗 他觉得安勇你不够力你不会你看不懂 安侯建业来情业重信来 不可能是请 那大会计事务所 都搞不定了 小的会计事务所 干嘛 你客户够少了OK啊勉强去接了 就发现不行 到最后来讲我也没办法 两手一摊 这间公司从此凑掉 直接从业界除名了 所以我个人认为美超委极有可能找不到会计事务所愿意做签证 那财报变得再好没有会计事务所愿意做签证 都没有用 台湾政府台湾的也是一样 你财报做得再完整 没有会计事盖下去 证交所不收啊 不认同啊 那交出台湾情况之下做就一件事情 下市 然后呢在开始跟美国的证券交易委员会去沟通 我要怎么补强啊你觉得哪些缺失啊我们来改善啊 之前2018你不是这样搞的吗 那当时有些作帐的一些 一些 财务上比较 不被认同的地方啦相关人等 fire掉 结果呢后面呢2020年之后 偷偷回聘回来 放在其他公司里面 所以我说美超委当然是 他有一些黑粒子存在 我们期待他已经改头换面了 那我们也不知道我只能说从目前各种的程度去判断 他下市的机会 非常之高 那包括他被转单的机会 也很高 2018年谁认识美超委啊 现在美超委无论不知无论不晓 都在盯着他看 对啊这种情况之下 你想回答 黄仁勋我跟你的关系再要好 他背负得了 股东的压力吗 背负得了社会 通缉或终端客户的压力吗 要不要转单 我跟你讲就算现在没有转单他一定在思考这个事情 我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 而怎样 可以维持跟美超委不要说撕破脸但是我又必须要兼顾 他拉扯你知道吗 那最明显的就是可能就是就算没有全部转掉 转一些掉嘛 哈喽好交代嘛 所以一些二线的可能会分到啦 但广达 跟 红海不会 两下已经马上到爆炸了 NBL372都给 现在都给红海 NBL36都给广达两间公司已经 满到爆了 没有空再接了啦 所以美超委的相关的部分应该会给其他比较小间的 但是最受惠的论文还是红海 跟广达 红海有说过 就以法人的评价来看 这个高点 234.5会过 拭目以待 广达也一样了 这个345啦会过 好不好会过 这地方 但下来 这下来警线里没有买 下来测警线 但红海没摸到警线啦 广达摸到警线里没有买要上去啦 那不想追的 等下拉回亮桌啊 不是这样子吗 来 然后呢大家知道我们从年初4月份到现在跟他讲成名店 他的大客户是谁 广达 各位红海他的零组件自制率超过八成以上 广达呢 没有 广达还是要靠其他厂商供应啦 那机壳相关的东西 成名店 所以成名店业绩开始一路是大爆发 他透过广达间接出货给辉达嘛 他们直接给辉达 他透过广达给辉达嘛 来各位 股价也是一波一波比一波高啊 今天早上创新高173块 那就法人估计但今年开始 业绩大好 明年听说好就更好 所以我认为目前没有看到转落迹象 这个有说173 还会涨 目前价量都没有失控 还是有可能再去创新高 好 好看一下 AI完了就机器人 那其实机器人当然 最近都是一阵的没落啦 那机器人最重要的东西我觉得两个 第1个 传统机器人跟智慧机器人 要赋予他的智慧功能需要什么 感测东西 所以像视觉东西 所以黄人新闻在GT大会上 公开点名所门 我相信所门技术没问题 对有技术但是变成 变成收入是一回事 挥打各位他现在看到机器人吗 没有 马斯克还展出了原型机吗 Optomus第一代第二代了 那挥打机器人在哪里 抱歉目前我没有看到 所以 目前来讲你要去找真正有业绩的 那重要东西叫什么 减速装置 不管是斜坡减速机或行李减速机 这是机器的里面关键零组件 他同时也是 机器人关节里面的 重要零组件 这东西目前大部分是什么在做 日本四大家族 那台湾有谁已经这个量产的卖得不错了 就是台湾金对 所以各位看到 当很多机器人的股价已经走向这样子的时候 他没有 他又创新高了 有没有一步过高过高早上来到854块钱 那我们做一些减码动作 所以可以讲得清楚 机器人很多乱吵乱吵甚至有些工具机业人跳出来讲说我们现在不是机器人 我跟讲股价在 人家乱吵的时候都不出声 他跌下来才说对啊我们没有机器人 各位工具机不等于机器人 就是我讲的工具机不等于机器人 其实搞清楚这一点 那机器人里面很关键的东西叫做这个 他自行研发出来 业绩很好 各位他前三季 已经赚你去年一整年了 所以股价创新高 只是刚好而已吗 来CPO部分 这边讲太多 讲一次低档的 老师你们联雅夺喷 联军夺喷 好啦这些人是都不敢买啦 又贵嘛 那我说低档的各位 光环 杀下来 各位 这边跟你讲的时候你不理我 喷出去你在追这地方怪谁 然后M头颈线破了掉下来之后撤来这地方 哇塞你买这边卖这边 赞厉害佩服 我不要说谁佩服 我不要点我他的姓氏比较特别 我不好讲出来之后他之后我再讲他 我佩服你 我们在这里买这边卖 你买这边卖这里我佩服你 但是各位杀下来的时候我是晃眼看着要颈线 亮缩拉回撤颈线 手腕不破所以向上 去听我前面的节目啊 各位今天怎么向上掌平板 今天光东旭救他最强啊 但目前他的财报不怎么样 但是他有个优势 他到 光通讯上最终的叫雷金 是谁 零雅 雷金下面什么 金利 他 老师 四角光红不是也有做金利吗 我当时跟他讲过 LED金利可以变成光通讯金利吗我不知道 因为我不是本科的 我真的不知道 LED金利可不可以变成光通讯的金利 我真的不知道 可是后面光红骨架就掉下来了 这可能我讲的是对的 他对他说金利 你问你啊碳能细晶圆跟棒能细晶圆 跟赶快 一样吗 懂吗 所以很多东西大家乱讲时候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只能跟他讲实话 我真的讲我看到东西 工具机有找说很多工具机乱吵 不是机器人 对不对 然后他其实从金利生产已经翻到上下有的一贯场 那听手机要Google订单了但是这个都只是听说而已我认为没办法证实 这公司派也没出来说明 他准备说他已经把一些技术条件准备好 然后吸引了一间公司叫光照的入主 那相信光照去愿意买一间 持续亏损的公司 肯定是向中他什么技术值得投资 一般去并购来讲 你这种东西吸引你 要么他很赚钱 要么你要他的技术要他客户要他通路 等等的东西要互补性 否则不会轻易发动一场诟病所以钱太多 钱太多不是这样花的 你一定可以这样花 董事会也要过 来各位所以呢这公司各位 展示来之后我认为未来看一下 他还有机会在往上攻 他必须要确实的拿到相关的订单 贡献在他的一个财报上面才有用 那大家可以去持续观察因为我觉得他是应该是有技术 只是这个技术 跨成业绩一样需要时间 一样需要时间 来 那就是所谓的两面一部分 两面我说最动物的关系叫什么叫做金贝供电 金贝供电 这个供电来讲 从正面供电要经过层层关卡 前面太急你家前面太急了啦 来 从后门进去 那后门什么都没有 所以你要把他打一条路 可是后面进去又不会通电 打通之后呢 再想办法把一些通电的材质弄进去 靠着什么 成绩 成绩的东西 那过去来讲不管物理成绩啊或是化学那种气象成绩等等都是在国外厂商上面 但是他这些公司自己做出来了 我说过他的总经理 来自应用材料 用材料目的是这一块最大供应商 那这些总经理出身硬材 没有偷技术 靠自己的一些know how 自己发展出来的一样东西 重点是这东西原本只出货给 两岸 最新的今年开始打进了欧洲 我说很重要 因为欧洲对所有的东西的一个品质要求是 最严苛的 就像很多 一些东西食品天价东西 美国可以要求减出口多少多少ppm之下ok 但是 到欧盟就是 零 零减出 我举个最基本的 但台湾没有通过啦 收入金 之前莱克多巴胺 收入金 美国可以允许减出 台湾也是 执政党用的一样是 比照像 美国一样用的标准以下 但是欧盟是零减出 最后来讲 台湾人民不买单 凭什么我们要跟美国标准 或跟比较严苛的欧洲标准 懂吗 所以有很多东西注意到 通常只要通过欧洲日本这个 这两国家的 验证的比较严苛 通常通过他们验证来讲 代表的东西应该品质是比较具备可靠性的 来各位 颈线 突破 突破之后亮缩 测颈线 是不是买点 很多次了吧 你这边没有买没关系嘛 拉回这个地方还是买点 创新高了 在 玻璃基板的东西 玻璃里面很重要的东西叫做什么 砖孔 玻璃要把它砖孔 一样 玻璃不导电 砖孔之后 然后再把铜线 导进去 让它导电 听起来就是 听起来很简单做起来很困难 所以砖孔这个东西也是很关键 因为玻璃 大家知道怎样 容易碎吗 玻璃容易碎啊 你还在那边砖孔 技术多高端啊 那目前全世界有很多国家有这个技术 台湾厂商像 泰森也有 那我说目前全世界最好的技术在谁身上 在工医院 工医院已经寄转给他了 颜测 他的升宽比啦 那国外一般是10 10以下顶到15 但目前绝对都是够用的 那未来3年5年10年之后够用吗 那就不知道了 但是 我们工医院技术呢 升宽比可以到达20 甚至有可能到达30 所以他目前拥有全世界 No.1的 TGB相关的技术 各位 颈线 突破 拉回 亮缩 颈线 没摸到啦 你要等摸到也没办法没摸到 震荡 那我觉得这地方震荡都还是机会啦 他股价应该不只是这样而已啦 毕竟拥有的是全世界很需要的 玻璃 基板的砖孔技术而且是最TOP1的最顶尖的 好再看洪家军 有一个网友讲啊老师目前这个散热都是红白 节目不听啦 我讲得清楚目前 交换器都是FII出 这个都他出 只是他们也可以做 有没有机会可能 转单 因为他收到墨西哥 在超级大的GP200组装的 产线 然后可不可能 大陆这边也生产 台湾也一起生产 然后呢 一起送到那边去组装 同 同集团做技术转移这东西很合理的事情 你都做不来之后旅行扩敞我集团类其他人会帮忙 帮忙做不能一起吗 所以我说未来讲说有没有可能 他可以做交换器有没有可能部分来讲NBLINK的东西 转到他身上做 我说有可能 对啊但我说目前 没有但是未来有可能 同样的散热 GP200散热跟红准有关系吗 明确有关系啊 但是红准的 第二大产品叫散热模组 他能做机壳的嘛所以他可以做一些机壳整合部分嘛 就下一代GP300 就可能要靠他 机壳整合 他不会做随冷一冷 他现在会做气冷啊 各位因为GP200里面就只有随冷嘛 你后面不用摆风扇是不是 这晶片后面用水冷 啊像机体后面摆什么水冷 机体没有那么高发热 摆风扇就好啦 像渐准在供应的嘛 他未来有没有可能不要拿走 他要做 再来是 红摆台湾的胃上的事 他有水冷相关技术未来会不会授权给他 计算一起 让红准一起弄 嗯 对吧 所以我们在讲的是一个未来性 这一拜麻烦你那个网友们 节目看清楚好不好 我讲得很清楚啊 一样啊连接线不解红德金蜜 拿走嘛 管宇可以做啊 有可能 他以未来协同生产 可能嘛 不过以上 我说当然啊什么电视机领主 借车领主 车用的什么车 内购件 电视机的内购件 他第3大产品叫什么 伺服器相关的产品 所以他肯里面有些东西小东西他也可以做啊 有没有可能一起 血统 对吧 这其实你们在channel就是现在我来跟你讲看现在 提未来 包括已经预告说马斯克搞不好未来选总统 我要全世界唯一一个预设他未来会选 代表共和党选总统 未来大家知道 是不是的 我从川普一句话就推敲出来的嘛 合理的推测嘛 所以各位我们要看的是未来不要跟我看现在 我们投资的东西叫未来啊 股价也是反映未来的啦 各位红准要给我多讲嘛 法人大买啊外资先买买之后投信也来啦一路送上去的嘛 红准你觉得真的 贵又不敢追的 今天要讲多久了 我讲多久了 今天这个涨停板不是你的 需要追吗 老师红准不敢买 又贵 这个股价三千几块钱 不要跟我说你买不起啊 我讲多久了 是不是而且我说 财报没公布他第3季极有可能本业就转移 还有台阳的这个受股利益 这第3季PS理论上应该相当不错 预告一下应该不错 所以再来杨诚 老师 杨诚不带前面名单 对 但是杨诚跟什么有关 比方委不是说了要去墨西哥盖一个全世界最长最长的 GP200的 组装厂线吗 那你觉得他都靠人在组装吗 这不是工厂自动化吗 鸿海集团旗下自动化厂商是谁 杨诚啊 而且杨诚第3季的营收远比第2季好很多 其实是超过一倍以上成长 所以他整个第3季已经完全 煥然一新了 未来GP200的产线弄下去开始他的 设备弄进去之后 业绩需要担心吗不需要啊 所以各位看到 亮桌回撤 直升线上升趋势线 是不是把握机会 是 各位掌听办 所以各位听我们来讲 我们就要讲的是比较白话来先 把一些在成长发展中的技术 让大家用听得懂的语言 来到他们的好他们的投资的价值在哪里 所以其实我讲的 现在 现在 川普当选了 他不是黑天了 他想说 变天使 美股大涨了 接下来11 12月 台股美股上涨机率非常之高 也是最好赚的行情 展开了 想要把握接下好股票的 记得持续锁定我们节目 各位 我们节目记得 每天按照收看 分享出去 甚至直接跟在我们身边最快的方式 如果开始你才有拥有实现的可能 今天节目就到这边 感谢大家收看 最后各位 操作顺利 我们明天见 拜拜 华冠头部首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提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深圣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华冠头部111 金管头部新次第015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